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吴玛茂 今天我接着给你们聊我们在法国租房遇到的黑中介 上期我讲了由于中介不负责任的行为 导致我们厨房的吊柜砸下来 差点害我一尸两命 结果他们还把全部责任赖到我们头上的故事 事情发生后我们才想到上网去搜这家中介的评价 结果好家伙情一色全是差评 理由都是中介变着花样坑前 看了这些评论 我们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这事还没完 果然不出所料 在退房时中介用同样的手段 打算坑我们一大笔钱 为了让你们更容易理解接下来的故事 我先快速科普一下法国的租房流程 首先在看好房后签合同时 房东会要求房客支付一笔押金 数额在两个月租金以内 我们是交了一个月房租当押金 然后在入住当天 房东会和房客签订一份入住状态证明 对房屋的新旧状态做一个描述 证明里会详细记录和房屋有关的所有情况 如前面是否有刮痕 插座是否有垫的 一事两份 房东和房客各一份 然后房东交钥匙 房客就正式入住了 最后在退房当天 房客和房东再签订一份 退房状态证明 一事两份 然后房客把钥匙交还给房东 就算正式退房了 对于房客而言 在拿到钥匙入住的时间内 如果发现房屋有额外问题 依然可以对入住状态证明进行补充 但对于房东 退房状态证明 在退房当场签订后 就不能修改了 退房后 房东可以根据退房状态证明 和入住状态证明上的差别 对房屋的损耗情况进行一个评估 然后把修缮费用从押金里面扣除 剩下的退还给房客 如果是找中介租房 我们的直接房东是中介 而不是房主 我们也见不到房主本人 从这个流程能看出一个关键点 就是房客入住时是啥样 退房时就得是啥样 否则房东有权扣钱 而入住和退房状态证明 就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证据 决定了房客最终能拿回多少押金 我们租的那个房子 是属于一室一厅一出一味的格局 但一个小花园 不算花园 使用面积一共52平 租金是每月900欧 这个房子不是在家去出租的 所以我们住进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因为之前看过中介的评价 所以我们很清楚 中介会利用退房状态证明 狠狠地而房客钱 为了让他们挑出毛病 就这样一个空空荡荡的小破物 退房前我和老公在里面 整整打扫了好几天 退房当天 中介来前退房状态证明 果然对房屋状态吹谋求此 想留下对他们有利的描述 比如抽油烟机看都不看就说有 我们让他自己摸 他就被打脸了 最终在我们处处距离力争之下 中介对房屋的描述保持在了一个实事求是的状态 相较于入住状态证明 只额外标注了门和墙上有轻微痕迹 属于正常使用范围那种 同时为了避免他们过后 私自修改退房状态证明 加些对我们不利的那种 我们还当场对房屋以及证明的元件 进行了牌照流打 所以签完这个证明 我们以为中介额不了我们多少钱 当时还挺高兴的 没想到大概一个月之后 中介发来一封邮件 要从我们交的900欧押金中 扣除215欧 用作房屋的后续打扫和归户 扣款理由是下面两点 一 七门七墙120欧 二 彻底清洁公寓95欧 看到这种邮件 我跟老公当时就笑了 从未见过有如此 耗颜无情之恩 前面那120欧 他说要重新七门七墙 我们都不说什么了 可笑的是 在退房状态证明上 明明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写了这个房屋脏 但他竟然有脸 找我们要95欧的打扫费 其实看到这份邮件的那一刻 我们就打算去法院 一告到底了 但我们没有立马这么做 单纯是因为走司法程序很麻烦 如果能私下解决 能省事不少 我们回复邮件 向他们详细列举了 退房前我们打扫 每个区域用到的是什么清洁剂 以此回应他们 要扣钱买清洁剂 用于打扫的说法 并强调 在退房状态证明上 没有任何关于房屋 需要进行打扫的描述 所以除非他们有能力提供合法证明 否则我们拒绝支付这笔费用 这封邮件发出去以后 果然跟我们想的一毛一样 就是没有恢复 又过了大概两三天 我们就收到了 他们最初那封邮件里 告知的685欧的退款 当然不含那95欧的不合理收费 是啊 押金全数都在他们手里 他们想退我们多少 退我们多少 我们不同意又如何呢 撑死了只能发邮件去骂呀 可他们没有想到 我们不会止步于发邮件 骂街这么小儿科的手段 在继续给他们三四天的时间 依然没有任何消息后 我们发送了第二封邮件 通知他们 我们准备正式向法院提告了 这里要简单科普一下 在法国提告的流程 因为通知他们提告 不是在邮件里说一句 你这样这样我又去告你了 这样的话吓不到任何人 在法国提告 是有一个有点漫长的过程 首先对于5000欧以下的房屋租赁纠纷 原告必须向法庭出具 已经和被告进行过协商 但是没有达成共识的证明 有了这个证明 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 那么怎么搞到这个证明 原告必须给被告寄一封 有收件回纸的冠号信 信件内容就是要协商的观点 以及相关的法律条款 然后当被告收到这封信的时候 收件回纸就会自动寄回到原告手中 而这个收件回纸 就是主动协商的证明 之后如果原告收到来自被告 明确拒绝的答复 或者在收到回纸的四周内 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就可以凭这个回纸 去法院提起诉讼 所以我们语气很强硬的 发了第二封邮件 向他们表明 在咨询过律师 以及ADIL机构之后 两方都一致认为 如果在退房状态证明上 没有任何关于需要清洁的描述 那中介无权向我们收取清洁费 如果他们执意要收取这笔费用 请告诉我们一个可以确认 生件的地址 我们会给他们寄一封协商挂号信 然后向法院提起诉讼 其实我们并没有真的去联系 律师或ADIL机构 因为光在网上看别人的帖子 都知道他们这么做是非法的 邮件发出后 搞笑的事情来了 当天下午我们就收到了中介的回复 说他们会马上处理这件事 然后没过多久 就通知我们去领95欧的支票了 所以最后我们也没有真的记挂号信 就把钱要回来了 总结一下上个视频和这个视频的 壁垒知识点 第一 书面证据真的非常重要 上个视频我们因为没有书面证据摘了 这个视频我们又因为有书面证据赢了 所以但凡在可能产生利益纠纷的情景里 一定要尽可能严谨的保留书面证据 这种书面证据不一定非要是纸质的 也可以是比如电子邮件 但在发邮件的时候 我们需要抄送一份给自己 同时在邮件中提出 如果对方收到 请回复邮件进行确认 第二 在看房时一定要留意中介的评价 我们的房子是在了崩框上找的 当时也看过其他的 但这个最满意 所以没多想就租了 现在看来中介的好坏真的太重要了 如果中介垃圾 那最好不要租 否则住进去 都是闹心事 如果一定要租 也要仔细研究评价内容 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第三 适当了解法律知识 遇到侵权绝不手软 其实这家中介 不是因为看我们是外国人而坑我们 但我们确实也认识有些人 就是只敢欺负外国人 欺负我们不懂他们国家法律 欺负我们无依无靠 在法国要完成一整套司法程序 从提告到判决 需要耗费大量时间金钱 我们怕麻烦 他们也怕麻烦 所以很多时候只要吓一下他们 他们就怂了 好了 上面就是我们大家黑东界的全部内容 下期我将专门做一期视频 来和你们聊一聊 法国人往石膏板上挂吊柜 吊柜 变吊柜 奇葩建筑习惯 感兴趣的话就关注我吧 拜拜